非常感谢主刚才的话语 大家都听到了 非常感谢主 刚才我来教会的时候 姐妹说 哎 牧师 一日不见如各山丘 那刘牧师说 哎呀 这个很多年啊 成熟啊 一日不见啊 山丘啊 多少年啊 一日三年 我去了好多天 我们都长大了 所以跟你们讲 你们好高了一点 长大了一点 真的 在主里面 我们都长大了一点 每天都在长大当中 当我思想这两周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时候 当牧师在这两个礼拜里 祭司想要跟大家分享神的怀疑的时候 神就把这个马拉基书放到我的心里面 神就把马拉基书放在牧师的路里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要聘请一位的牧者 那么当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当然谈到经济的问题了 在会议当中我们也提到很多教会的需要 在会议当中也提到很多教会的需要 那么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的很热情反应 但是在其中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点担心 我们是否能够赴一个牧师的心经 我们究竟可不可以支付一个牧师的身金呢 那陈长老说 牧师你可不在这方面我做一点教导 你知道做牧师最不好是讲钱的 主牧师最难讲的就是讲钱 是不是啊?讲钱就是什么? 上感情 没钱就是什么?有人情 所以一讲到钱是不好讲的 但是不讲也不行 用神的话去讲 最好了 不要碰出我们自己的学器去做 因为我们做的是什么? 为神摆上 是我们以天国的一个观点去看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是以一个天国观来看世界 千万不要用我们人的世界观来看教会 马拉基书再次提醒我们 所以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再有机会在这里 用这一个星期跟下一个星期来研读这个马拉基书 大家有没有看过马拉基书啊?以前 有没有看过马拉基书呢? 我开玩笑我说马拉基书不是马拉糕啊? 马拉基书不是马拉糕 你这马拉糕是可以吃的啊? 广东人是吃点心的时候 马拉基书很重要 是我们属灵的粮食 马拉糕是好吃的 但是马拉基书是我们属灵的粮食 在马拉基的时代 在马拉基的时代 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 你看我们的新约圣经有39卷的圣经 对吧?书卷 我们有39卷的 39卷 39卷 旧约,对 有39卷 那新约有多少卷啊? 27对39 27,大家过来 很容易乘书表啊 39,27加起来呢?66了 但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的最后的一本 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的一本书 诗语文是什么?小先知书 是一本小先知书 不是马拉基书的身份比较小一点 反正是篇幅书比较小一点 4章 还是马拉基书比较小? 但是这篇子有4章 不是马拉基先知比较小 不是马拉基先知比较小 是书本的篇幅比较短 是这本书比较短的 所以称为小先知书 当我们看马拉基之后 是旧约里面的最后 神向人的一个麦事 透过马拉基先知 跟以色列名对话 神是透过马拉基先知 对以色列人说话 到底讲什么话呢? 他说什么呢? 讲完之后 以色列这一帮民族 就经约了一个时期 大概有四百年左右 讲完这个麦事之后 以色列人 还入了一个时期 大约有四八五年 英文叫 Intertestimonial Mental Period 就是两月之间 神再没有透过先知 向以色列名再讲完 这个时期 就是两月之间 神再没有透过先知 和以色列人来改了 直到施洗约翰来的时候 再开始预备到路的耶稣 要是大家看过圣经的历史 或者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 直到四百年里面 很多事情发生过 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 或者圣经的历史 我们知道这四百年了 发生了很多事 我们看到罗马帝国的兴旺起来 我们看到亚利三大大帝 统治整个中亚的版图 亚利三大大帝统治中亚的版图 后来他死了之后 就分给四个藏领 他们不同的地方去统领 亚利四了之后 就分给四个元帝 分给四个元帝 分给四个元帝 在不同地方统领 那个时候 亚利三大大帝很厉害 到时亚利三大大帝很厉害 你知道犹太人是讲什么话的吗? 犹太人是讲什么话的吗? 犹太人是讲什么话的? 希伯来文 对不对? 希伯来文 他们讲希伯来文 那个时候 亚利三大帝都把希腊的文化 带到整个他统治的版图里面 统一这个元帝 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国家 要统领的时候 首先是统领人的言语 要统领因为地方 一个大的国家 第一要做就是统领这个言语 但是神很奇妙你看到 当人类在一起 有一个共同言语的时候 神怎么样? 把他们的言语就分开 但是神的做法就是 当人类在一起的时候 神就要他们的言语 你要做一个塔高到天上吗? 跟看到顶到天庭吗? 神就叫你们谦卑下来 需要言语分裂 你们人类都要起一个塔上天神 就要他们分裂 他们的言语 要他们分裂 因此当时期 亚利三大就把希腊的文化 包括他的语言 带到整个版图 包括以色列名 他们都学这个希腊文 同一个时间 旧约就从希伯来文 他们翻译就成了希腊文的神经 正经就是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 英文叫subtusion 就是翻译出来的圣经 所以耶稣 实在耶稣用很多翻译的本 加上原本的原文 来对这会堂 向人讲道 所以之后 圣经是翻译成希腊文 耶稣是将全的希伯来文 成希腊文一齐合体上来 向人讲道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改变的时候 看到是预备了应验了神透过先知对以色列名讲的一番话 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点时间来看第一跟第二章 我们今天会讲第一和第二章 我们在两月之前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把他的意志给他的子民知道 我们看看第一节开始的时候 对不起 那个颜色不对 上面为什么反过来 应该是蓝色的 这个电脑有一定问题在后面 好,没有关系 马拉第一节 要是你们有圣经 请你打开马拉基书第一章 第一节 我们如果你有证明就打开马拉基书 请print你给我们念第一节 好吧 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 耶和华借马拉基书给以色列人的脉事 这个是什么? 耶和华借做马拉基书给以色列人的脉事 这个是神耶和华借马拉基书给以色列人的脉事 我要大家记得一样事情 今天马拉基书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耶和华借马拉基 传给CABC的一个信息 今天我们也是看到耶和华 是透过马拉基书对我们华明圣经教会的脉事 这个不是电脑的问题 不知道上传的时候有些东西不见掉 好 所以神透过这个机会 今天要向我们讲话 神透过这个机会今天和我们讲一次话 不是跟以色列人的名单 他们已经听了 今天你们要使以恭听 这个不是给以色列人听 今天是给我们听 第二节耶和华说 第二节耶和华说 大家听听 我曾爱你们 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 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 那他们说什么 你再何时爱我们 你再何时爱我们 你们有没有想想这句话 很多意味在里面的意思 你曾爱我们 你曾爱我们 英文是You have loved me 一个是现代进行过的过去式 是一个现代进行式 我曾爱你们 是不是现在不在啊 现在爱吗 我曾爱你们 你是以前爱 现在不爱 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要反省一下 我怎么样 神怎么样爱你 我曾经爱你 我们要反省一下 神怎么曾经爱我们 我今天仍旧是一个信实的上帝 还是爱你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回应 这一个礼拜二的时候 我来打乒乓球分享 这一个星期二 我来到冰丰科 这个活动 你们多多了 因为没有工作 你来打打球 Prinny也在 Peter也在 礼拜二 星期二四 好像没有见到Joanne 礼拜四来 礼拜四都要来 刚才刘牧师有点偏心 刚才刘牧师有点偏心 他说为什么你礼拜二来 礼拜四不来 原来你这个礼拜四来 礼拜二你不来 他说 Prinny偷偏心 礼拜二 礼拜四不来 其实那天的时候 晚上有一个人来找我 那天完了之后 有一个在那边打拼球的朋友 去找牧师来 牧师 我可以问你 有点事情想跟你谈谈 他就问过 他就说 郭牧师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谈 好 当然 很欢迎 他坐下来了 郭牧师当然说 好啊 可以谈谈 他就带着一个很忧伤的表情 开始讲话 他带着一个很忧伤的表情 开始讲话 他说 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在中学的时候 有一点事情 就被人误杀掉 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那个时候才十来岁 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十几岁 那个时候他不在意 他不在意 对生命没有什么答案 很失落 他感觉到非常失落 他感觉到非常失落 在最近的几年里面 他父母一一都去世 他就想起这个事情 勾起他的情绪 很不开心 知道我大概一个月多之前 在分享当中 曾经跟大家讲过几句话 在冰门波去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 我说 人生里有没有觉得有滴落 有孤单的时间 很多时候事情不如意的 很多太多了 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那么这一个礼拜二 我也提到 反省我们人生当中的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说 你们要做 就要去好好的思想去做 那教育师在礼拜二的时候 亦都分享说 人生里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开重 不要给别人影响道理 也没有给别人影响 我们要注重什么是为重的 我们就要完成这个责任 那他就跟我讲 他说 为什么这样子好人 要遭遇到这样多的困难 当然这个问题大家都常常会问的 我也思想过很多这种类的问题 为什么我爱主的时候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曾经有这个 你们今天还会有这个思想 当我们慢慢经历上帝的时候 我们慢慢地去经历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答案就不同了 我们的答案 我们看到原来上帝跟我讲 他说 我曾爱你 我现在一样爱你 上帝说 我曾爱你 现在仍然爱你 因为他是首约的上帝 你不要忘记 这一班以色列民是谁的后裔啊 亚伯拉罕以撒 亚哥的后裔 十二字牌 他们忘记了 他们忘记了 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 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 他说你要去我指示你的地方 他说你要去我指示你去的地方 去什么地方不知道 但是你就碰着信心就去好了 亚伯拉罕就把牛羊家人什么东西 都带了出去 像神指示他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就把家人啊牛啊羊啊一起带走 亚伯拉罕的信心 神说你要把以撒 先带他到摩利亚山上献祭 带他上去摩利亚山去上去 那时候没有羊 什么都没有啊 就带你孩子上去就好了 到那边去把孩子绑着 他说正要下刀的时候 他看到神为他预备的羊羔 就扣在那个书上面 神要教他成为万国的父 教他的子孙好像天上的青 海边的沙更多 神爱不爱他 神爱不爱阿伯拉罕吗 竟然他们的后代忘记掉了 他的后代竟然忘记了 你在何世上爱我们 他问你在何世上爱我吗 当他们经历过被盲国被掳到巴比伦 然后现在又回来重建圣殿 很平安的时候 他竟然问出这个话 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 我们会知道上帝的爱 他们现在回来了 从建家园了 从建家园了 生活也过得不错了 生活也不错了 竟然在神面前发牢烧 竟然他反而在神面前发牢烧 兄弟姐妹们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种这一种的心态 很多时候我们在活在恩典当中 不晓得神的恩典 我们是有没有这种的心态呢 我们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才能知道 我曾经爱你 我曾经爱你 神爱你 爱你 你今天的答案是怎么样 在《马拉基书》这本书里面 有七个问题 我们要慢慢思想 第一个 《马拉基书》里面有七个问题 我们要好好思想 他们回答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 弟兄姐妹们 你今天在这一个信息上面 这一点 上帝说我曾爱你们 你们怎么会回答 如果神今天跟你说我曾爱你 你会怎么办呢 感谢 上帝 谢谢你 在苦难当中 你拯救我 在眼泪流眼泪的时候 你擦干我的眼泪 在我绝望的时候 你给我开一条 在沙漠上开路 在沙漠上开路 在江江河 在我绝望的时候 你在沙漠上为我开光河 这个是我们一个对上帝的不同的视野 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每一个事情背后 都完全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神真爱我吗 这个蓝色 这边看不到 我都念给你听 神真爱我吗 你看不到上面那条 神真的爱我吗 爱吗 很容易讲啊 我们很容易讲 昨天晚上 就一个我的朋友 他住在我社区的 一对中国人夫妇 昨晚有一个江河斯 一个中国人的夫妇 朋友 他请了五对夫妇 跟我去他家吃饭 总共是13个人 他请了另外的五对夫妇 加上江河斯 我们中间就谈到一些人生面对的问题 他们讲到人生面对的问题 很多我们到了上年纪的时候 一看下来是很灰 要没有信仰的人 他是很灰的 灰暗 灰暗 这没有前途了 就这样子 觉得很无奈 觉得很无奈 比如现在我自己一个人 孩子都大了 有人问 你以后会跟孩子一起住吗 一个人 你怎么答他 请你帮帮我吧 当然孩子叫你跟他一起住 就是好了 但是你不能够去问这个问题 对吧 很多问题在你看法 是这样子 但是在现实 不等于会现实发生 神爱我吗 神爱我吗 在一年里面 从三个人变成一个人 孩子跟师母 我们三个人一起住 现在一个人住在一年里面不到 你会想,神问你为什么? 我可以问上帝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你问也没有用 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原是美好的 当我每一天经过的时候 我就看到神原来你是有你自己的美意 神是爱我的 所以第二节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 就放在我们面前 是 你在何时上爱我 以后说怎么样 他说 以赏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到了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神就说 以赏不是 以赏 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我却爱雅各 乌以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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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祂的山林荒凉 以祂的山林荒凉 把祂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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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上帝以后会说 我爱这个弟弟 不爱这个哥哥 雅各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的 雅各 以赏犯了一个什么罪? 犯什么错? 犯了什么错? 一碗红豆汤的错 把祂的什么? 长子的名分 用一碗红豆汤换掉了 给了雅各 长子是神给他们双份祝福的一个福分 神是给长子有双份的福分 不看重这个比一碗红豆汤还不如 今天我们用了很多东西 换了很小小的东西 我们试了上帝给我们的福分 神要爱你,要赐福给你 但是你爱这个世界一点点的魔鬼给你带来的一碗红豆汤 离开教会,离开上帝,容易得不得了 明天就不见掉了 今天就不见掉了 离开教会,离开神是很容易的 教一个信耶稣,好多功夫,好多年了 圣灵的感动,感而不动 看不到这样子 为什么? 这个世界笼罩了我们的眼睛 瞎了眼睛 所以上帝不看重这种,不看重祂的人 所以我们在吃饭完了之后 我们谈了一个朋友 她也是基督徒 以前认识的一个姐妹 她在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在 她就用了一句话劝勉另外一个女士 她经过了一点人生的地固 她用一些说话去鼓励一个女朋友 正在经历人生的德谷 她说上帝会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 她说上帝会帮助自己的人 我们常常都讲这句话 天做自做,对不对? 听起来是很有道理 我就说你不介意,我就给你加添一点东西上去 不是改你,但是我加添一点更好的上去 我怎么讲? 当然,天做那些是自己努力的人 但是我说,要是你看重上帝的事情 神一定会赐福于你 是不是更加高尚? 我不用自己做什么东西 因为我做不了的 尤其是在救恩方面 我们不能够用天做我们所做的东西 换取救恩的 我们先把祂的国、祂的事为念 然后祂就将这一切都加给我们 所以那个女士听了之后 我说你是不是有没有信耶稣 我有懂的吗? 她说我都曾经听过,我都信 她就说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呢? 你有没有信呢? 她说你曾经听过,你都信 我说信是你要把交托放到神面前 完完全全的给自己 你要知道这个上帝 你会思想祂的事的时候 你把祂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祂一定会看过你 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 这个也是神自己的属性 神爱我们就是什么? 爱到底 没条件的 但是同一个时间 我们要回应上帝的爱的时候 我们要真正知道,感受到祂的爱 我们在任何世上 我都感觉到,知道祂的爱 我们不要以一个问号来回答上帝 我的回答说 是的,上帝 我在任何的事上 我都知道祂爱我 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坚持一下? 你可以经历吗? 这个很基础 第一点,我要跟你们分享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你尊敬你的主吗? 我们继续看到圣经里面那么讲 刚才我们讲到乙东人 乙东就是以扫的后裔 我们刚才讲到乙东人 乙东人是以扫的后裔 乙东现在还有没有? 没有了 乙东人现在不存在 因为怎么样? 上帝曾经在这里讲过 他说乙东人说 我们现在在虽然伟化的世界 却要重建荒汇的之处 万金之和耶和华说 任你们建造 我必策畏 人必称你们的地为罪恶之地 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 永远楼入之分明 在第四节里面讲 乙东人说 我们现在虽然是地位坏 但是重建荒汇之处 但是万金之和华说 任由他们建造 我必策畏 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 称他们的万为耶和华 永远欧老之民 这个乙东以扫的后裔 已经完全消灭了 没有存在了已经 神的话是不是在这里应验呢? 完全全应验 乙东以前就是在Jordan 在越旦的一个地方 没有了 第五节 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 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 被尊伟大 以色列应该是称送尊主伟大的 反而耶和华说 你们要看啊 在外邦的这个境界以外 是外邦的地方 被称伟大 外邦人都认识我 知道我是上帝 你们竟然不知道 在这里讲到 以色列人本来是伟大的 但是神说 在以色列的境外的人 认识我 尊我伟大 但是你们竟然不是 弟兄姐妹们 CEBC 我们有没有认得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 大家都会说是 跟刚才的答案 你爱不爱上帝 上帝爱不爱你 爱 你真的是认他为主吗 很多事上 我们没有认他为主 我们是我们的主 我是我的主人 很多事情上 我们也没有跟上帝商量 很多事情上帝说 自把自为 自打自为 要干就干 自己想做就做 是不是 我们有没有把主 成为主人 我们的主人 所以这里讲 我记完为 第八节 藐视我的名的祭司 万俊这句话 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仆仁敬主人 第六节 我记为父亲 尊敬我的在哪里呢 我记为主人 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时上 藐视你的名 好像刚才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尊敬主吗 尊敬 我请问你在什么事上 你尊敬主 讲很容易讲 做出来是另外一套 求主提醒我们 我们是要成为一个名符其事的基督徒 我们是要做一个名符其事的基督徒 你称他为主 我就把这个主权完全给他 如果你称他为主的时候 你就要将主权远远全全的给他 我知道他信实是可靠的 我们刚才唱的是个他信实和广大 是可靠的信实 当我们唱诗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不调和的 我们口唱一些 心里面不是这样子想 根本不是想 求主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要认他为主的时候 我们在凡事上面 我们认他为主 那究竟以色列民在什么事情上面藐视上帝呢 所以第六节那边他就讲藐视我们的祭司们 所以耶和华先向祭司们讲话 所以耶和华先问这个祭司 就是今天教会的领袖 牧师、长老、领袖 做错什么事情呢?第七节 他说,你们将无畏的事物先在我们坛上 还说我们在何事上污蔑里 因你们说耶和华的作者是可藐视的 你们将狭眼的献为质物 这不是恶魔? 将抢一腿的有病的献上 这不为恶魔? 你献给你的神长祂喜悦里 祂喜悦里 岂能看你们的前面吗? 这是万军至耶和华说的 你看到吗? 那时候,这些祭司献祭的耶和华是什么东西? 是不要的,人家reject 被丢弃在外面的、瘸腿的、狭眼的 哎,就带到现在 反正不要浪费吧 要献给上帝,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的耶和华的祭司 他们是将那些人不要的东西 盲眼、斑的动物作困的 你都不敢把这些东西送给你们市长、省长 不要这样子讲 不要这样子讲 我请你来吃饭 你都不敢把这个东西带到我的家来 不好意思 如果你朋友请你吃饭 你都不会带你这样的东西去吃饭 所以我很欣赏哈菲 常常把最好的带到来教会来的 鸡蛋、菜 她跟我讲,这个是头生的 我就想到 我想到 当我们来这个教会的时候 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很多年前,你们都不在了 在这个建筑物,你们入到来的时候 或者你们还没参加环境教会 当时很开心的 很多弟兄姊妹、家庭、偷小伙伴 教会的需要东西都送过来了 当时很多姐妹、家人 都将很需要的东西拿来 我在这里不是责备任何一个人 但是我反省我们心态的问题 我们为教会找想 带东西来教会是好 我们为教会就想带东西来是好的 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庭 他们三个孩子都弹钢琴的 学钢琴 学的差不多了,都不错了 她妈妈就说买一个好的 她就把家里面那个旧的钢琴拿过来 旧还好,但是勤见者 每一个五个里面有两个不合的 没有声音的 没有声音的 弹下去没有的,师母,你都不得等她 五个缺了两个,两音 这五音不传 五个呢,有两个都没有声音的 哪来的教会,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啊 我说这个你都不要的东西 你买一个新的,你把这个放在教会里面 你说上帝是什么啊 你把这些不要的东西拿来教会 你当上帝是什么 我就说,谢谢他 他说,我就不讲话了 做长老不好讲话,不要讲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体面 不是我们要讨论 但是没有把最好的心理上帝 郭牧师当时没有讲话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非常之不体面 把不好的东西拿回来 我就跟我郭师母讲 我说我们奉献一个钢琴,好不好 他跟郭师母说 我们去买一个新的钢琴 好,赞成 我们就去把这个钢琴买下来 送我来 郭牧师说,好 我们就买了一个新的钢琴 告诉你 我们是不是最好的把最好的献给住 你可以买一个新的钢琴 放到自己家里面 你可以先把那一个送到教会里面 你知不知道上帝会给你一个更加好的 打错圣盘啊 他打错算盘啊 你要上帝赐福你吗 要不要 先把最好的献给他,好不好 你试试看他 是不是这样更加好的给你 相信吗 啊,刘牧师很大声相信 我们在经历当中 昨天我跟刘牧师师母 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时间交通 真的,我们感受到上帝的信实可靠 我们奉献我们所能的 给上帝,上帝加倍的 不止加倍的,丰丰富富的都给了我们 那时候也有,我们厨房有冰箱 有一个弟兄姐妹买了一个新房子 他也买了新的冰箱 把旧的那个带到教会来 你打开那个冰箱里面,臭的发霉的 你打开那个旧冰箱,臭的 发霉啊 这个能不能够带来教会奉献给上帝 这个发霉的书柜,可不可以拿来教会? 我也不敢讲 讲了教会,立刻就分裂了 不可以讲,一讲,又得罪 怎么教导? 今天在这里,马拉基书 上帝向这个祭司先讲话 今天我们要做传道做牧师的人 我们不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的时候 我们是被咒诅责备的 我今天在这里,以神的慈悲圈告大家 向最好的献给他 甚至向真体献上当作火器 学会了没有? 我们常常都讲罗马书第一、第二章 12章 你们有没有相信这个? 有没有真正的行在主 把它当为我们的主,成最好的献给他? 我就不意再讲了 我们有很多旧的家具在这里 应该在垃圾堆里面去找到的 都拜来教会 教会就成为一个废区这样子 收藏很多垃圾在这里 不要浪费嘛,可以用嘛 你家都不要,你带来教会 求主联名我们 求主联名我们 这个不是单单华美圣经教会 以前曾经的问题 很多教会都发生这种问题 完全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 这个完全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心态 神说我爱你 神说我爱你 你爱他有多少? 你爱他有多少? 你可以可以把你最爱的给他 亚伯拉罕就做到这一点 什么是他最最爱的? 什么是亚伯拉罕最爱的呢? 他的儿子 上帝要他爱他的儿子 他有没有给他儿子? 有! 把他绑在那边,要下刀 上帝说 我现在知道你爱我了 神,你知不知道常常就在试炼我们的心心 对他的爱心有多少? 神现在今天在这里,透过这段话 试炼你对他的爱心有多少? 你真正爱我吗? 爱是相向的,不是单向的 神爱你,你爱他,他也多爱你 神也不会勉强你的爱 所以,他们会问,神说我曾爱你 以色列明说,你在哪里何时爱我? 意思也可以是说 你现在已经拒绝我的爱了 我曾经真的是爱你的 现在,不是我不爱你啊 我不能够再爱你了 爱不下,因为你不接受我的爱 神问以色列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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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爱你 但是以色列明拒绝 以色列明说你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爱我 神不是爱他 神是爱以色列明说 但是以色列明说 神可以爱他 很多时候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 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已经长大了 我们不需要上帝了 我们自己很搞定了 同样我们都犯这个错 拒绝了神的爱 我们很多时候会犯这个错 我们拒绝神的爱 继续在先知 以后对他说 现在我劝你们第八、第九节 劝你们恳求神 祂好施恩于我们往线我的事 既由你们经手 祂岂能看到你们的前面呢 我们还有胆到神的面前 求上帝赐福给我们 你觉得上帝是什么的一个上帝 我们藐视祂 我们还去叫祂 你给多一点福分给我 这个不是很藐视祂吗 在第九节节里面说 现在我劝你们 恳求神 祂好施恩于我门 这妄 这妄劝的自己 由你们经手 花岂能看你们的情愿呢 以色列人 还敢去叫神的爱 第十二节 你们却写着我的名 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 其他事物是可藐视的 在十二节节里面说 你们却接触我的名说 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 其上的质物是可藐视的 但十节也好话说 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店门 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献火 我不愿意介绍你们的东西 请请你不要 万之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你们 也不从你们手上收利任何的公物 要是我们的态度不对的时候 你任何东西在神的面前 神请你回避了 不要了 不需要 我真的不需要你的东西 你的心不对 请你把这个店门关掉 不要再先起好了 你否则真的很複雇我 今天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很多污秽的东西 带到神的坛前 我们把很多我们以为善的事 其实是恶的事 都混击到教会里面去 好像神是看不到也不在乎这样子 今天我们的道德的凌落 我们很多教会里面 今天把世界的世界观 带到教会里面 好像愿无其事这样子 我们还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圣餐桌子面前 带着罪守这个圣餐 这个很邂途上帝 上帝说 你真的来到教会里面 是守洁心清的 来敬拜我吗 求主再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命 是要与我们蒙着的恩上称 什么是一个基督徒 什么是一个基督徒 遵行神的 跟随神旨意的 跟随上帝的人 被神呼召出来 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一班人 是专行神的主义 是神在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 与世界不同的 竟然今天我们把世界 带到教会里面去 我们要把教会 带到世界里面影响 我们千万不能够藐视上帝 我们千万不能够藐视上帝 来到教会 我们大家高高兴兴 但是我们要尊上帝为主为大 第四个 我跟大家谈 要问的 你有没有留意神的警告 我们继续看第二章 万军众祭司们 你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第二章第一节 万军至于何话说 你们若不听 也不放在心里面 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我就是咒诅领导你们 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 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 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 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你看到这里吗? 神可以把这个诸福拿走 把救主放在里面去代替诸福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蒙福 蒙福的途径是怎么样? 听从耶和华 这里祭司马拉基说 万军至于何话说 你们若不听从 也不放在心上 不把这个荣耀归给我的名 咒诅就领导你们了 不需要我再讲一次 听清楚了 你们有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名 今天很多人来教会 炫耀自己 很多人今天来教会 炫耀自己 昨天在吃饭当中 这一个姐妹 刚才我说她分享这句话 她又讲到 因为她曾经也去另外一个教会 她说 哎呀 很多人走掉 从那个教会 又走到里面的教会 他们现在也走掉了也是 她曾经去那个教会 他们来到这里 就走掉了 她为我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我说很简单 我说人要炫耀自己 总是有一天 炫耀不了自己的时候 就会走 那她就问过牧师 为什么那些人会走呢 那牧师说 就是人多去 人很喜欢炫耀自己 有一天她发觉 她没有得炫耀的时候 她就走了 今天我们要高举是什么 耶稣和他的十字架 我们今天要高举他 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 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很少 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很少 天国的路是窄 天国的门是窄 要悬要自己吗 她请你到世界里面去高举自己 我们有没有将荣耀归于上帝的名 当你不把荣耀归于上帝的名 神要自己的时候 上帝就把咒诅领到你们 很可惜 我们就看到那些人离开教会 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教会 到处好像以色列民在旷野流利一样 第三节 我必吃在你们的种子 要又把你们牺牲的份 摸在你们的脸上 你们要与份一同除掉 哇,真的又很不客气 你看到吗? 神把这种人看作愤土一样 神把这些看成坑一样的事 翻译得好 这广于没有这个词 你们就如知道我传给你、诫命给你们 使你们与立位人所立的约可以长载 这是万君之以话说的第十节 第五节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和平的约 我将这两样赐给他 使他存敬畏的心 他就敬畏我 惧怕我的名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 将这两样赐给他 只怕全敬畏的心 他就敬畏我 惧怕我的名 这里讲到以后话讲到 立位人是神拣选他们 是做祭司敬拜的一个支派 立位支派 他们 神跟他们立约 把生命和平安的约给他们 神立约是将生命和平安的约给他们 叫他们与敬畏的心 他们都敬畏我 他们就惧怕 立位人敬畏上帝 神赐福于他们和他们的后代 直到如今 你要上帝赐福你吗? 上帝拣选你,要做祭司的指份敬拜 做领袖带领 要把这个平安和生命的约赐给你 把生命和平安的约赐给你 你有没有存敬畏的心? 主啊,我愿意敬畏你 把我的生命完全摆在祭坛上面 你有没有存敬畏的心? 将你的生命摆在祭坛上面? 真实的第六节 真实的律法和祂手中 祂嘴里没有不义的话 祂以平安的政治与我同行 使多人回头转移罪裂 在第六节 真实的律法在祂口中 祂嘴里没有不义的话 祂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 很多人回头离开罪裂 祭司的嘴里长存事实 人也当由祂口中寻求律法 因为祂是万军之以后下的使者 第七节 祭司的嘴里方全知识 人也当由祂口中尋求佛 因为祂是万军之义和华的使者 求主灵敏我们 每一个人 我们有祭司尊君祭司的自分 每一个人都是好像这个立位人一样 更加我们做牧师传道的更加如此 我们荣耀归给上帝 不要炫耀自己 另外一个问题说 你相信神是公义的吗?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相信神是公义的吗? 我们也会说 是啊 在何时上神是公义的? 你看二人多么花晃 是不是? 昨天晚上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这样子? 恶人好像很顺利 我们正直比较义人 好像样样事情都很不顺利 为什么? 神,祢竟然是上帝的时候 祢是公义的上帝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祢的公义? 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 我们相信神是按照祂的公义 审判每一个人所做的东西 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语 都在神面前敞开 没有一样能够隐瞒上帝 我们的一言一动 我们的一举,心里面想的东西 每一样东西可以隐瞒上帝 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神没有审判 我们看到,是他们在事情上面 可能祂是顺利 但是,很多事上,恶人的道路是什么? 四篇第一篇,必什么? 必灭亡啊! 四篇第一篇,不从恶人寄谋 我们看到在这里对话 祂说:"你们用言语反所耶和华。 你们还说,我在何事上反所里。 因为你们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善, 并且祂喜悦你们。 话说,公义的神在哪里? 其实上帝看不看到,是看到的 只是祂的审判还没有领导 今天神还是怜悯,还是有忍耐叫我们回转啊? 我们为什么要抱怨呢? 我们为什么要抱怨呢? 我们以赛来说,没有时间跟你们念40章 但是我们有一节,是今天成为我们25周年的一个金句 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要... 我们在这边有没有打? 没有? 我在这里 那等候耶和华的... 我们一同来念吧 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他的自伤疼。 他们奔跑,却不困卷, 事都却不疲乏。 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允许。 神是公义的上帝。 我们知道,恶人的结局是灭亡的。 只是,可是我还没有看到而已 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宝座面前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审判 那些恶人,作恶的 我们看吧 我们不用去报仇 让上帝用公义去判断 我们让神可以公义去判断。 最后我接受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晓得上帝究竟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没有感受祂的爱 我们也不知道 我常常在埋越当中生活 但是我的经历就是 在孤独当中聆听上帝的声音。 神真的在这几年里面教导了我很多东西 我学习了很多东西 是在痛苦经历当中的成长 你说牧师要成长吗?当然要成长 不成长,怎么做牧师?怎么牧养? 首先,神要牧养我 在这个诗篇139篇,是我很喜欢的一篇诗篇 我今天没有办法给你们念了 我们一同来念这最后两节,好不好? 请你们回家,好好念诗篇139 我们一同来念 神啊,求祢见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生不当你 会唱吗?大家 神啊,求祢见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用生的道路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谢谢祢 在今天,话虽然是长,时间也不够 但愿神继续在我们心里面讲话 让我们听到祢的声音,在孤独当中 让神透过我们跟你单独上处的时候 向我们讲话 让祢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 让祢成为我们的主 让祢爱能够感受到我们 改变我们对祢的一个爱心的回应 欣赏我们 看我们心里有恶行没有 求祢叫我们改变 成为一个合服神心里的人 奉耶稣的名求 Amen